酒後駕車嚴重危害公共交通秩序 導致無辜死傷 立法院加重行政法 本案加重刑責 提高相關行政法刑法都有其必要 酒駕致死必到累犯 只要他確實有故意依殺人罪論處 死刑無期突襲或十年以上有期突襲 面對中國近年不斷對台政軍施壓 統戰分化經濟利誘 政府有責捍衛國家主權 維護自由民主人權 建立更堅實的民主防護網 兩岸政治議題的協商談判 明定必須由行政院向立法院提出 協議的締結計畫 開啟協商前及協商後 都需經過修憲高門檻的要求 以修憲的門檻國會的雙審議 再加上公圖的程序 來落實談判的公開拓明 國會監督及人民參與 主權國家的地位 自由民主的憲政次序 不得作為協議之項目 為了讓產業能夠安心拼經濟 土地得到保護 環境得以永續發展 本次的修法規範 農地不可新設工廠 既有的工廠不得污染 維吉公安 針對未曾祭工廠 全面納管就地福島 讓現有的工廠 能夠緊述福島工廠內 如有污染維吉公安 能夠有相關的改善設施 防止危害 保護就業 安心拼經濟